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美国加州律师童王慧老师 以下的这段视频是要帮助各位同学来准备 考这个加州的房地产执照 那么这节课的首播的时间呢 是预计在2019年的10月 这个18号星期五 我们是每一个周五呢 给各位同学放松一次 当然有很多同学是第一次 在网络上面搜寻到我们这个片段的 那如果你还没报名的话呢 就希望说你看过这个视频以后 能够很快地跟我们联络来参加报名 那么至于说已经参加这个课程的同学呢 那么今天这一课呢 是要讲我们课本的第一个chapter 再跟各位同学来介绍 有关房地产的这个生涯规划 还有执照的相关规定 所以应该算是一个相当基础的课程 也很重要 考试的时候呢有点困难度 所以请各位同学要特别提醒 那么我们以下的这个课呢 对于已经报名的同学呢 你都会收到一个负载 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的下方都有负载 就是个单张叫做课程的outline或summary 所以要提醒各位已经报名的同学 你们在收看的时候 要先download这一张 那么这个outline呢 我们在最近呢 都有一个大幅度的修改 请各位同学 一定要记得在收看视频以前 先把download下载在你的电脑上面 那么一边看我们视频的时候呢 就一边来做笔记 所以来看一下chapter one Real Estate Career 那我这边打了个夸号 有一个website 请各位要常常记住 考试当然不会考试website 但对于各位 你们要去准备考试 要去book 这个约时间 约地点 考试到经过这个website 三个w www.dre就是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的简称 dre.ca就是加州的简称 gov就是government 那么请各位同学能够手记 这样的一个website 就记得dre是管我们制造的 这个官方单位 加州的管我们制造的官方单位 应该朗朗上口 什么叫dre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很长的字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阿拉伯数字的e 加州所谓的房地产法律 red estate law 其实并没有这个red estate law 它是编传在所谓的 business and profession code 简称叫做BMP 这个有点绕口 business and profession code BMP code 叫做生意商业或者是专业的法律 business 商业 and profession 专业法 那么这个在里面有记载 各行各类需要有执照的这个行业 当然房地产是其中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规范 所以呢 red estate law 记得在加州考试的时候 我还记得 它是被编定在所谓的 business and profession code里面 那这个code以后 我们常常看到 这个code C大写的话 COD呢 就是法案 法律的意思 就是法律 某某法律的意思 那所有的法律呢 都是经过立法通过的 这考试会通过 这是一个考试会考 这是很common sense的一个题目 美国三权分立 对不对 有所谓的这个立法机构 legislative 这阿拉伯数字的一 那个字 经过立法 这个机构 通过的一个法律 那么由谁来执行呢 enforce by 刚刚讲的DRE 就执行的单位是DRE 所以美国三权分立 对不对 立法机构 legislation 然后执行机构呢 就是administration 就是所谓的政府机构 government 那还有一个司法机构 就judicial 这三个字以后 我们考试的时候 都会 都会在不同的地方看得到 所以请各位同学 开始的时候要做好基础 阿拉伯数字二要注意 我先简单讲一下好了 在加州考房地产执照呢 其实过程是很easy的 它只有几个条件 年满18岁 就是最低年纪年满18岁 我有很多的学生 是父母 推荐他们来上课的 所以高中毕业就来上课 这也是可以的 没有最高年纪的限制 你只有最低18岁 第二个呢 它不限定是美国公民 美国绿卡 你看这么大方 它只要你在美国 有社会安全号码 社会安全号码 所以哪怕你是F1 你是这个L1 你是任何的这个签证 你有了 在美国 不是所有的签证 别误会了 你知道在美国有合法的 社会安全号码 就可以报考 第三个呢 就是要在合法的 私立的或公立的学校 上完相当的课 那我们需要是其中一个 被批准的学校 那么加州的房地产执照呢 分成两个不同的level 一般的同学呢 都要先考所谓的agent执照 又叫做salesperson 是它的正式的名字 那需要在学校完成三门科目 我们都会发给各位 那么今天为止哈 就是2019年的10月18号 今天的报名费呢 salesperson agent 是1000元美金 那如果说考broker的话呢 你需要有两年以上的 agent的全职的经验 才能够考broker 所以现在考broker的人 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 他需要完整的科目 是八门科目 我们学校都可以供给的 那么今天的报名费呢 是1400元 那么所谓的1000元 或1400元的报名费呢 是讲学校收的部分 那么要报考的部分呢 考试的部分 你要付给加州政府的话呢 agent的部分呢 是考60块钱的考试费 broker的考试呢 是95块钱 那么考题也 内容是一样啊 但是呢 考题的数目不太一样 考salesperson的话呢 是考150题选择题 半天的时间 三个小时15分钟 每一周呢 礼拜六礼拜天不考试啊 还有放假日也不考啊 周一到周五都可以考 考试定年呢 还有日期呢 时间呢 各位可以自己选择 考broker的话呢 要考上午100题 下午100题 它是一个全天的概念啊 上午两个半小时 下午两个半小时啊 合起来200题 你要答对75分 就是要答对150题 相对于salesperson来讲呢 你150题里面 只要答对70%就通过 那通过以后呢 就可能拿到执照 这个执照呢 是四年更新一次 每四年更新一次 万一你四年到期 没有准时更新的话 还在给你两年的 grace period 这个两年的时间 考试为考啊 它会测试各位同学 知不知道说你们的执照 四年到期以后 准时renew是最好 如果说各位要renew的话 记得啊 在到期前三个月来 找我跟我联络 我会帮助各位同学 顺利地完成 continual education 这都不是现在的话了 因为以后再说 但我提醒各位同学 你们四年很快到期以后呢 要提前三个月来找我 这大概是一个观点 那么至于执照费呢 这个就是common sense agent执照名四年一次 245元 broker的话呢 也四年一次呢 300元 大概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啊 那么拿到执照以后 各位可以做什么工作呢 第一个房屋仲介 代表卖方 代表买方 记得啊 代表卖方 你的名字叫做listing agent 代表买方的话呢 代表买的这方呢 你叫selling agent S-E-L-L-I-N-G 不太习惯去叫他们 叫selling agent 但他们正式名字 代表买方的叫做selling agent 代表卖方的 不叫seller agent 叫做listing agent 这是第一个工作啊 买卖房屋 第二个呢 可以做贷款 我们有个章节 要专门讲贷款的 各位再仔细听 第三个呢 就是房屋管理 物业管理 Property Management 第四个呢 也是今天会讲到的 就是所谓的商业机关 会的转让 business opportunity 这是考过以后 大概各位能够做的工作啊 所以在此呢 跟各位同学 稍微稍微的介绍一下 这个执照 对我个人的经验来讲 我自己本身 除了做律师以外呢 我还是保持了 我broker的执照 偶尔呢 还是会去买卖房屋 但是不是我的主业啊 因为还是要 在这个行业里面 要practice 所以建议各位同学 鼓励各位同学 能够好好的利用这张执照 是非常有用的一张执照 而且呢 其实费用也不是很高的啊 鼓励各位同学能够参加 嗯 嗯